如何去匯出这个资料表 因为未来我们可能有很多机会 去拿到一些资料表 这个资料库的资料表资料 几乎都没做一码步 真的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已经入仓了 所以这个资料库它有提供一码步 很简单做吧 就是汇除 汇除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说说 针对这个资料表如何做汇除 也就是说 别人他是怎样给我们这个资料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用好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 对工作 工作 然后产生指令码 产生指令码 对 工作底下产生指令码 点选这个产生指令码 那 记住在这个地方下一步 我们通常会在这边刻意去选 选看要产生哪几张资料表 那我们现在就只有一张 然后你也可以全部或者是 整个DB都可以 对单独的一张都可以 然后下一步 这边要特别注意 就是 可以选 进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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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改成 指定的资料与心态 编写指令码的资料与心态 能不能改 这个 这个要改成 因为它本来是只有汇出 那个 结构 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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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 只有结构 就是抗 抗 那 还有一种是只有资料 那最好是把这个结构跟资料一起 就像刚刚我们进来上面是不是有看到结构 下面有资料 最好是这一种 那当然如果它只是要抗 抗 打抗的话你就选原预设就好了 预设是只有结构 然后这边点确定 然后 下一步 然后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点完成 在文件 那 它刚刚没有指定存在什么地方 所以就到文件 下载吧 然后你有看到screepers 就是刚刚存的 screepers 刚刚存的 这就刚刚存的 对 是一个读听栏 其实它存起来就是一个合照片栏 是一个合照片栏 这就跟刚刚这个叫进来是一样的 再重新做一次 所以汇出的话就是选到资料库哦 选到这个资料库 发出右键点 它工作 然后底下这个产生指令码 然后下一步 这边 选择看要选哪一个资料表 或者全部全部就点这边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 那这边最好是改一下路径 例如说进阶 我先把它那个编写的码设定成这个 设定成要结构跟资料确定 然后这个档案放在什么地方 我建议是放在我们指定的 指定的一个位置啊 不要放在这个screepers 我建议是放这边 然后你之后要移动就好找 那 接下来 接下来因为它预设是在这个地方 预设是在文件底下 名字可以自己取 对自己取一个名字好了 比如说今天日期 然后 那你先不要按一下 你还没改 拿这个文件 对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这个地方就要改一下 比如说放在桌面好了 那 那个什么 今天的日期 然后 点准存导 然后 下一步 下一步 它就出了完 它就跑到这边了 这就是刚刚我们会说那个档案 最好是有加那个中文 最好是加那个这是什么资料 什么server 然后 然后 内容是什么 最好有一点描述 例如说 大肠癌 就是 那个 Column cancer 然后 硬塞 或者硬塞 对 然后点准就完成 这样就做完了 你看我桌面上 是不是就在这边 那 那当然这个这个资料是可以 汇图进来的 就是 开机档案 这里 SS MS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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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